欸 寶寶為什麼在這麼亮的箱子裡呢 其實寶寶是因為新生兒黃膽 在做照光治療 其實新生兒黃膽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現象 每一個新生兒出生之後都有一段時間 我們會有叫做生理性的黃膽 那在我們醫生這邊呢 我們要分辨的是生理性這個正常的黃膽呢 還是病理性的黃膽 那就是有生病的黃膽 比如說有溶血的現象 或者是你的肝臟膽道有異常 那造成你的黃膽質不斷的升高 這些就是病理性的黃膽 那就很可怕 那個一直往上串 有會串到讓你的腦袋會有核黃膽 一些嚴重的一些後遺症 不過呢大部分的孩子都不是這種嚴重的 他是正常的生理性黃膽 生理性黃膽最常觀察到就是餵母奶 餵母奶的黃膽呢 常常會拖到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甚至拖到一個月兩個月都還在黃 我們要跟大家講黃膽 如果是生理性黃膽 它不是壞東西 但紅醋在我們寶寶身體裡 反而是一個抗氧化的好的物質 可以減少他身體一些發炎的反應 所以不要怕 如果是母奶性的黃膽 那母奶性黃膽要怎麼樣處理呢 通常前面兩週這個餵母奶的媽媽呢 他母奶性黃膽的原因是因為寶寶吃太少了 所以寶寶吃太少的狀況下水分比較不足 腸肝循環會減少 這時候就會容易黃膽 那這個時候我們應該鼓勵媽媽 餵多一點 兩個禮拜之後還是餵母奶還是黃 那這個時候呢 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母奶本身 它會讓肝臟對於膽紅素的代謝有一些阻礙 所以黃膽值會稍微偏高 這時候狀況難道要換成配方奶嗎 不 不是 我們還是鼓勵媽媽繼續餵 因為當你一直餵一直餵一直餵下去的時候 寶寶反而他的身體的這個代謝會平衡 那最後呢 他的黃膽值也會漸漸下降 那不管是正常的生理性黃膽 或是生病的病理性黃膽 一開始我們醫生會幫忙寶寶做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照光治療 在這個藍色這個波長的光呢 可以讓黃膽值被這個分解然後下降 不過我們都知道 如果是生病的病理性黃膽 我們要找出它的病因 不然你只是照光下降那只是治標 並沒有真正到治本 所以爸媽們一定要觀察 寶寶排便顏色 如果不是正常的黃黃綠綠 而是灰灰白白 就要趕快請醫生檢查喔 至於寶寶黃膽 醫院都可以測量黃膽指數 爸媽不用太擔心